大家好,我是幻星 这个做视频已经两年了 在做视频这段时间里头 自己也是有过心酸 有过伤心 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快乐和开心 要不如也天天心酸 天天伤心干嘛一直做呢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当中吧 也是有想过离开 或者想过放弃这种念头 但是每次看到那么多朋友支持我 或者是那么多朋友期待我的更新 所以我也就这么一路路走过来两年 也是这次看到国战卡牌 上线 这个可能是首发 那个我也是想到上一次 3v3卡牌上线 我买了很多卡牌 送给自己安赖上的朋友 和自己的徒弟 所以这次的话 我也想多买几套 来给我 来赠送给我这些长期以来 支持我的网友 或者支持我看我视频的这些朋友们 这个也是轮身出一个想法 大家懂的 所以为了感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和挫爱 在我今天开始 这个视频开始 每每部我的视频中回复的朋友都有机会获得 就在首发日当天获得我赠送的三国沙国战卡牌 每部视频选一个玩家 大家只要在评论回复就行了 优酷上 微博上的活动 我已经发了一条微博了 那个是转发的 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参加不冲突 当然参加微博的朋友也可以过来参加我优酷的 这个的话数量 微博是我限定送五套 这边的话就看我能买多少套 完了我送大家多少套了 一直送到我说我不送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你们懂的 这个就看我能出几部视频 或者看我还有多少套 基本上近期所有的视频 大家都可以回复去参与 而且我也会采取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 来进行抽取这个赠送给的人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更透明我的抽取的方式 或者是更让大家了解我这个活动的公平性 不要产生任何其他的歧义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小小的想法吧 其次的话 我还要特别感谢一名玩家 虽然我压根不认识他 就这个idea 就压根不认识他 也没加过QQ 基本上交流也就是在我的视频几次评论吧 但是我知道 这个玩家已经关注我视频一年了吧 将近一年了 而且基本上每部都看 恢复也非常的中肯 就是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或者也是会指出我的错误 或者也会我打的对的地方 他也会表示表扬 最主要的话 在我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是他每次对我的催根 让我产生莫名的一种感动吧 所以我一直想感谢他 但是苦于没有机会 而且如果直接感动 直接说啊 谢谢你什么对我的支持 我感觉非常矫情 所以也是在此机会 我直接想赠送给自民玩家 因为我觉得在网络中遇到这样的朋友 真的是一个非常可以值得结交的朋友 或者值得在现实中认识的朋友 只是实在是没有机会来跟你熟悉或者认识 那我也只能冒昧的啊 就这种都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现在我都可能你第一次看这个视频吧 呃 如果你没有QQ的话 直接用库里头啊 私信我把你的联系方式啊 和手机给我啊 完了方便我快递给你 这就可以了 那个谢谢 当然最后还是谢谢所有 谢谢你们啊 这个也是感谢上帝 因为我不太幸福啊 感谢上帝能在三国沙这个世界中认识你们 也谢谢你们长久 两年以来长久以来跟我的陪伴 我也会在以后努力做好每一部视频 啊让你们能接触到 或者观看到更多更精彩的三国沙解释视频 行 这个小小感动了一下 这个开头也许比较沉重 但是我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这个我也是带来一场 自己的主角吧 啊 看拿错了 这个是身份视频啊 我看 啊 啊 那个我是出身在三号位的忠臣 主公是选择的刘备 这边的话 选择比较多 啊 也前置位的话 即使选貂蝉也不会产生过多的 这个盲居 就导致主公对你非常威胁 因为我能马上挑身份 不会再生 但是我最终选择的是炎良文丑 炎良文丑跟刘备的配合 还是比较犀利的 这个 大家都懂的 这样子的话产生的输出是 比较猛的 但是我这边看到一个卢索 这边看一下刘备起手 比较偏反贼的话 还是元术 贴身为元术比较压制 其次的话 鲁肃 还好 但是鲁肃是一个比较控制刘备人得的 所以刘备起手都乐一下 因为 呃 刘备最大的一个 优势在于他和忠臣的配合 作为二号位的鲁肃 能很好的 破坏刘备 对于忠臣 手牌上的支持 这边刘备激将一下 给徐树补一张牌 不管你骗牌还是不骗牌 补一张无所谓 但是万一你是忠臣 避免说是被激活 因为刚开始徐树 还是防御比较低的 尤其是在没有什么八卦阵啊 加一马的前提下 啊 大家激活他 他死的比较厉害 而且徐树和刘备的配合比较猛 哦 这边我们看一下二号位鲁肃是 直接的 刚才乐布斯鼠失效了 天盼乐布斯鼠 然后盲补给了一下元术 这个也是一个 反正现在军军的节奏就是什么 对吧 盲军在自己起手的时候创造优势 啊 反正像现在这种快节奏的时候 大家技能都强 或者是 军真偏里头是手牌输出比较给力 你如果不再起手去压制的话 被反压制 你就很难翻身了 因为你血线被下去了 手牌被破坏了 你再产生自己的输出效果 我觉得是非常 低的 这边我也是 因为看到起手有负一马 有九有杀 所以我说干脆带上负一马 去杀才倒好了 不用产生双雄的效果 第一是主要是后头三个反贼还在 我怕我刚才是没有闪的 如果去利用双雄判定 如果判定是黑的话 产生不了输出 呃 反而是自己没有保护牌 让跳完身份以后 被后头的人反呃 反贼直接激活描死 如果刘备局七肉去死一个忠诚的话 是很难打 其次的话 我觉得我既然能输出鲁肃 后头又忠诚 刘备那边也虚报了一次牌 也许是能下一回合 我们激活 就这一回合激活也是可以把鲁肃带走 或者限制死的 所以我干脆也就没有选择双雄 啊 杀一刀对方有闪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留闪 过牌那么多 肯定会留闪 所以久我没有吃 留一轮 这边刚才邓爱戴琪武器没有杀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反贼 因为我觉得他有杀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戴琪武器没有杀了鲁肃 所以这边 孙上枪跳了一个忠诚 孙上枪跳忠诚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支持 他刚才没有选蜀国的忠诚 可能是怕前这位反贼比较多 直接对他强行的控制 或者是盲居他 或者是强行的对他进行 骑手牌的压制 这个也是一种考虑吧 其实他也是直接神装 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支持 因为骑手既然是跳中的 孙上枪神装了 对于我们打后期 还是一个不错的爆发点吧 一个核心英雄 曹仁这边是跳反贼 曹仁跳反还是挺不错的 这边的话后置位 刚才我们说 替人位元素对于刘备威胁比较大 所以徐硕从配合到出骑手 这个帮激将 我觉得还是比较跳中 这边是明确跳中 直接是举剑给刘备配合 这个是小配合 但是唯一郁闷的是 刘备这边的控制 要在元素动过 而且起手大家都没有出勒 所以元素 这边徐硕出勒 这个勒还是比较关键的 因为身边跳的比较明亮了 对吧 孙上枪我跳的都比较偏中 所以元素贝勒也就是非常好了 如果不让元素贝勒 或者是徐硕没这个勒的话 元素是非常有可能出勒的 如果刘备这回合 产生不了仁德的效果 我们还是比较偷偷了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刘备 这回合能产生什么样的输出效果 这边刘备 因为鲁苏这边是有加一马卡的位 所以他只能对元素 我们看一下他通过徐硕的仰 再加上自己骑手 怕是虚宝能产生什么 这边顺了一下 没有拿到闪 没有造成废血 这边是火攻 应该是能成功废血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元素 这边元素留了最后一张杀 其实这个时候 元素留一张杀 鲁苏这边就可以想 因为鲁苏这边是 明确的可以耗尸 来产生不错的地盟效果 而元素这边没有一个防御牌 是可以通过他 反正是一个明的杀 没什么用 所以可以明得他 当作一个地盟的对象 这个对于鲁苏来说是不错的 这边刘备开始给所有的 我们可以看到刘备 这个时候给元素去 人得一张牌 这个很可能 刘备也想到 你鲁苏可能把元素 作为地盟对象 所以给元素补一张防御牌 非常有可能是闪 而通过鲁苏地盟 来保护自己队友 而这时候最嘲讽的人 徐树和我 对吧 最有可能就是我了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间接的在替我 预留 或者替我来提前来人得一张闪 果然是 这个是刚才火攻的名牌 而这个是刘备人得的闪 所以说刘备本回合的人得 是非常有想法的 那个也 也一是猜到了鲁苏 非常有可能地盟 我二也是猜到了 呃 那个 鲁苏会拿元素 作为这个地盟的对象 所以给我提前预留一张闪 防止鲁苏对我 对有血现象的下降 我这边先杀一刀 如果他闪了 我才最后一张牌 因为我觉得还有可能是 留一些酒 或者陶这样子的牌 所以陶可能会吃掉哈 就是留一些酒 这些恢复牌 所以我想看一下 不带距离 有两种想法 一是刚才元素 拿走我一张酒 所以借刀都没出的钱 借刀是虽然向那边出了一个 但是也还有 所以说这个 可能说是 让对方拿走我这张杀 成为呃 元素过牌那么多 成为他出酒的一个 酒杀的一个方式 其次的话 也是 想骗一下元素的拆 因为元素如果出距离 还是比较简单 但他出距离的时候 怕我是一张闪 他那个过拆 就不会拆我的队友 而去拆我这张手牌了 他为了强行的 打到这个酒杀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留一张 这个武器 还是有很多想法的 这边的话 我们看一下孙上香 孙上香刚才距离也是被限了 这边也是保护一下鲁索 这个距离被限了 还是挺头疼的 那我们来补一下剧情 这个是被邓爱 所以邓爱对于孙上香距离 控制这样也是间接的 很保护鲁索 鲁索给加一马 一直也没机会 刚才我拆肯定是 因为他过牌比较多 有酒什么的效果比较多 所以说拆他手牌 拆掉一个酒 也是间接的压制一下 对方的恢复能力 这边的话 看一下鲁索 不是看一下徐叔 徐叔这边紧张不能用 很郁闷 这个过拆要是给刘备 或者怎么拆 加一马还是比较好的 其次的话 也没有成什么输出 刚才没有杀一下 没有能 这边的话 可能是没有产生什么输出 比如断杀什么的 我觉得应该是寒冰一下 看他们的寒冰元素 元素直接是吃酒了 可能就是酒杀我的 但是我看一下 能不能骗一张拆 哦没有他没拆 这有拆肯定要拆一下的 没拆的话 那就直接就留朱雀以善 这个想法 就完全少了一个步骤了 这个时候元素 首先要考虑的是 留一张非防御的牌 这个方便卤素 拿他作为帝蒙对象 来控制忠诚的 比如说像孙尚 像徐树啊 亦或者是我的 因为刘备肯定要仁德牌 作为一个对象 其次的话 刘备也要考虑 鲁肃的地盟效果 对吧 这个地盟 因为刘备上一回合的仁德 我们已经很相信 刘备这边想法是非常多的 起码我们可以想到他仁德不会出现太大的错误 但是其次的话 也希望他仁德多考虑一圈子 不要让通过鲁肃地盟对我们的手牌破坏太大 这边鲁肃也是比较云的破 仁德了一下 对我进行一个保护 其次也给元素 他也是想到元素肯定不会留闪 所以他又想到了 可能是通过这次地盟来帮助元素 补一张闪 就算是通过地盟把我这些牌换过去 这样的话 元素那边有个闪能对我进行一个保护 我们来看一下鲁肃这轮动作 鲁肃每回合 这个一不死真是没办法玩 真的尤其手牌被 因为他是属于嘲讽对象 他手牌破坏比较大 到后几回合 耗时完全就是一个大过牌的效果 一个元素一个鲁肃 两个人过牌 反正都赶得上所有的忠诚了 那个孙让香半年装备都不换 所以说这个 这个时候鲁肃他觉得 刘备不会给我补什么关键的牌 因为他觉得他可能要换元素和我 所以他决定 把孙让香续报的牌去改了 其次杀我这边的话 我肯定要闪了 而且他乐了我 也是预示着他不可能去递谋我了 这个刚才也是少说了一下 这边的话 徐叔那边一个无蟹 这个无蟹是初期就有的 就当第一回合元素被录的时候 乐的时候 就其实有无蟹的毒条 所以这个无蟹 这个乐 这个无蟹也是空在忠诚身上 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到这个时候 我一直也是没有机会来进行双雄 一是我断杀 二也是我手牌一直也不多 因为有鲁肃的存在 所以导致我 手牌一直 刘备没法跟我产生这个配合 所以 鲁肃不死对于主中方太难受了 这个完全是被 抑制的比较头疼 所以我们赶紧急火杀死他 这回合我断杀也是一个比较 严重的一个 裸膜的效果比较低 就是说断杀对我来说还是比较 这边孙让香 来给我结音 来拖延一下节奏 来帮我回一下血 这边的话 孙让香的距离 起手回合被拆了以后 再也起不到距离了 刘备刚才也不知道给了 刘备其实仁德 更多的话 也是 为什么鲁肃这回合 当时地盟和曹人 孙让香 也是怕刘备给孙让香 不距离 方便孙让香 跟我集火鲁肃 所以说 他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改变了一下 因为刘备的确给孙让香 仁德牌了 所以这个也是鲁肃 当时一个想法 当然这都是我意想的 具体底温本人 但是我们从这个场面来说 产生效果是有的 起码是孙让香 到现在都没有起距离 刘备和孙让香 两个人过牌 如果是换的话 就是间接的对他自己的一个保护 这边元素有剧烈 我成为主中方的嘲讽对象 怎么说呢 也是好吧 起码说是鲁肃也快死了 我快死了 如果拿我双雄换你鲁肃 主中方是占大便宜的 所以说 表面上来看的话 我非常倒霉 主日角一直被激活 但是我觉得我们方 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叙述状态那么好 虽让香都半神装了 刘备手牌一直都有 这边刘备终于起过 拆了加一码 这下的话输出呢 多一点 起码是鲁肃 末日起码是快来了 再坚持 我觉得他最多也就坚持 这回合杀不死 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他坚持不了几回合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鲁肃 得耗施过牌吧 能不能把血线撑起来 或者能不能把我秒掉 这边杀我 还好我这边是有一个9 其实这个9 我还是想产生产生效果吧 比如两个黑牌 这个时候必须双雄一下了 但是你杀我一下 亲我一张黑 我又不能产生双雄了 这边的话又放南蛮 但是地蒙了一下 我和刘备 刘备那边留了一张掏 还是不错 起码我还是不能 不会死掉的 不会死掉的话 但是牌也没多了 最后一下 想双雄一下不行了 但是我们裸摸起杀 杀一刀也是可以的 反正忠诚死了就死了 我换鲁肃真的是太赚了 所以这个时候到现在 我都觉得我们并不是很大的掠势 而这时候鲁肃去强放南蛮 外头虽然有无邪毒条 但是我不觉得是反贼方控的 如果再把元素压到一血的话 我们的机会是大大的有 曹仁状态和邓爱酱油 对于反贼方 反贼方现在能支持的局面 完全就是因为鲁肃和元素的过牌 实在是太猛了 这边是鲁肃的无邪 刚才可能是我分析错了 也许刘备 刚才徐叔给我无邪完 是没有无邪毒条 这边是刚出来的无邪毒条 这个可能是我的分析一个失误 这边的话 起了杀了 还好能把鲁肃杀一刀 看能不能把他带走 因为鲁肃的存在 的确是非常抑制 我双雄和刘备的配合 如果没有鲁肃的话 刘备双雄 也许在第二回合 就能产生一次不错的爆发了 可惜的话 这边主攻也是对我表示 很郁闷 说你能把鲁肃杀死吗 一日不死 真是一个心头肉 心中刺 太难受了 这边的话邓爱不停的换装备 当然产生不了输出 这次断杀 也是对我一次保护 起码我还能防一下元素那边 对我的攻击 这下的话又能拖延一回合 不错的 这时候孙上香 没有选择 结音 这个是跳明内了 他现在也是提前进行控场 按道理是应该 要不跟刘备睡觉 要不跟我睡觉 但是你这个时候直接吃糖 也是他对于孙上香来说 卢素他坚持不过这回合了 他如果结音我 我没死 卢素死了 刘备和我双雄配合的话 直接袁术也去了 剩下曹人邓爱 刘备徐树 加双雄 打你曹人 孙上香邓爱 那就好打死了 尤其是我和刘备配合 而且还有徐树养双包养的一个双雄 那你们真的难 所以虽然想到这个回合 提前去跳清楚一个身份 那就是把自己的内奸的身份 跳记录 一是防止内奸 防止反贼死了 卢素以后 感觉杀不死刘备 这个时候急火忠诚 转而去控制你 其次的话 跳明身份也是 打一些提前量的控场 不要跟我结音 或者是跟刘备结音 防止反贼那边 有不大的控制 这边的话 元术开始 这回合 我觉得元术的爆发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他再不爆发的话 基本上鲁素 是肯定再坚持不过了 这边的话放一个万键 哦 这个是收鲁素吗 收鲁素 我觉得如果他有逃的话 是不应该收鲁素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更大的爆发牌 其次的话 那就是他没有逃了 他觉得鲁素是活不过去了 也不太信任 邓爱 邓爱 我觉得邓爱没有杀 有逃可能性比较大 曹人有逃可能性也比较大 但是元术为什么收呢 我只能说他另一种 就是可能起一些爆发牌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还是比较头疼的 因为如果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如果太爆发的话 直接推死刘备 也是一种步骤吧 就是一种节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元术 这回合强收鲁素 如果元术收完鲁素 没有什么爆发牌的话 那我们就是大优势了 鲁素一死 简直你们就没法玩了 这个时候元术挂出一个连弩 哦 这个果然悲剧 刚才刘备是我们的名牌 所以刘备那边是没有闪的 我们只能看一下 主中方那边有多少桃 尤其是孙长相 刚才你敢吃桃 刘桃没有啊 那个你挑了一个内部刘桃 现在悲剧了吧 那个主攻如果死了的话 我们来加快一下速度 看一下孙长 孙长相没桃 果然是 我们看一下徐树 徐树没桃 直接获得胜利 这个视频觉得很多朋友觉得非常诧异 我作为主日脚 但主日脚这一方输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 非常非常多的技术要点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首先是在有鲁素的前提下 刘备两次仁德 都是非常对我进行保护 表面上很多朋友 在这个回合很难能想到去 就是很难想到一个步骤 那就是鲁素地盟的对象会是谁 对吧 从第一回合 他火攻看到元术那张杀的时候 他就考虑到鲁素会地盟哪两个人 所以他没有给我人得一张牌 反而是给元术人得了一张闪 第一回合对我进行一次保护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其次的话是两方的 第一回合的盲狙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那个当然作为反对方的不叫盲狙了 那叫盲补给 那个刘备第一回合对元术的攻击和鲁素的限制 都是正确的 而鲁素第一回合对贴身位的元术进行一次 耗尸的保护也是正确的 这两下对于虽然说元术第一回被乐了 产生不了那次过牌性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那个当然我这边出彩的程度比较 我是个激活 我当时杀带了 让你们去打吧 一直吸引的嘲讽 但是最后的话元术过牌性果然是不是盖的 一出连弩刘备直接去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 今天这个视频 当然刘备也想不到 我一直是主嘲讽 反对方一直都是想的我死 忽然莫名其妙把他推死了 当然不出连弩的话 元术肯定杀到杀我 完了进入一个控场期 希望那间那边打个平衡 完了慢慢找机会 当然也是这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我的视频